我記得小的時候看過一個哆啦A夢的故事啊 哆啦A夢那時候我們看的那個年代叫做小叮噹 然後有一個故事就是大熊他在那個冬天的時候很冷嘛 然後小叮噹哆啦A夢他就去那個有一個道具 他就到他們的院子地底下挖了一個那個礦坑 然後把那個一顆一顆的能源礦挖出來 然後那個能源那個能源顆粒呢他會很溫暖對不對 你記得這個這個這個章節嗎 有一集是演有一集那個哆啦A夢的卡通是演這個 然後他那個能源礦呢他們想說欸好啊這個太棒了 因為一小顆就可以散發好像不曉得是幾分鐘我忘記了 還是半小時的熱能就很溫暖很溫暖就對了 然後他們想說啊對齁這個東西可以拿去賣 我可以拿去賣可是一剛開始大熊還是Doraemon他拿去推銷給 譬如說欸靜香啊還是那個小夫啊 胖虎啊他們還有其他鄰居啊他們都不買 他說啊這個要錢好貴喔我不要 後來呢他怎麼賣掉呢 那個Doraemon就想說啊好那我先用免費贈送的方式 所以他就把那個那個能源顆粒就直接送給那個附近的朋友 親戚朋友那個鄰居朋友們 後來大家都覺得欸這個東西好棒喔好好用喔 然後很溫暖那冬天就變得好暖和喔 那一小顆而已就變得好暖和 所以之後呢大家要覺得這個東西很不錯的時候呢就願意花錢買了 他就願意花錢買了 然後就開始大排長龍 就很多人到大熊他家去排隊來買這個能源的顆粒 那當然最後的結局很好玩啊 就是他們得以忘形 結果忘記把那個地下室關起來 結果整個能源都散發出去 全部都蒸發掉了 然後整個城市都非常非常的溫暖 然後大家就不用買了 那這個故事呢我小時候看這個故事的時候 是覺得欸好好玩喔 就這樣子笑笑而已 可是長大之後呢 因為Doraemon他一直在重播一直在重播 所以到我長大之後 這幾年都還有再反覆看到這個這一集 這個卡通這一集 Doraemon這一集 那剛好為什麼要講這一段呢 這個在網路行銷上面喔 非常非常有用啊 不管你在賣什麼東西 剛開始你要一個價格 一個價格公佈出去 然後要賣這個產品的時候 沒有人要買 尤其是什麼 尤其是你這個人沒有知名度 你這個產品沒有信任度 沒有人買過 沒有成功案例的見證 所以沒有人要買 那最好的方式是什麼 就是這個Doraemon這一集演的啊 你就免費啊 先給別人試試看啊 你可以先給某些族群試試看啊 那這個讓我想到那個小米雞在大陸的 的那個火紅他們的發跡的過程啊 我記得有一期好像商業週刊有介紹到 小米雞他的發跡過程是什麼 他剛開始就是在那個 他們自己的大陸本身的社群 他們沒有Facebook 他們自己的社群 就養了一群可能100個粉絲 然後他們給這100個粉絲去做試用 那試用的結果呢 一定要回報給他們總部 他們小米雞總部工程師去 把那個bug修復好 然後跟這些粉絲互相溝通 那這些粉絲呢他們回歸很多意見 然後小米雞呢也逐漸去修改這些bug 最後呢 這100個人都覺得用起來還不錯喔 然後這100個人就變成口碑 就變口碑式行銷 那之後呢就開始賣錢啊 那這100個人可以稱作白老鼠啦 可是他們已經變成忠實粉絲了 那這100個人在擴展出去的朋友呢 他們肯定是要花錢買的嘛 可是效力就非常的好 因為大家覺得 哎呀那個之前有人已經用過了嘛 所以沒問題了 所以因此他們從社群有了粉絲之後 才開始把產品做好 然後才爆紅 那資訊型的產品也是啊 還有你的 你自己想要去賣什麼商品 我們的邏輯思維都要去思考這個方式 有很多人是很奇怪 比如說創業加盟啊 很多人想說 哎呀我要去看那個加盟展啊 創業加盟展啊 然後第一步就想說 好我要先去加盟 先拿100萬 先拿150萬 先拿300萬 先去開店 然後找店面 開店 花了錢 客戶在哪裡 不知道喔 路過的就算客戶吧 錢已經花下去了 然後才開始在找客戶 所以這個思維模式是過去式 我覺得喔 過去式 因為它非常 它必須支出非常的大 風險非常的高 所以你可能畢生積蓄好幾百萬 你就砸在某一次投資 砸在某一次的創業 就寫本無歸 沒有了 店就收掉了 這種案例比比皆是 我相信大家都聽過 那如果你可以換一個方向 在網路上去找到粉絲喔 先在網路上找到粉絲喔 你先設定好一個主題 譬如說你對某個主題是非常有興趣的 那你也有把握 你將來可以找到類似的商品可以提供 那你就可以在那一個主題下去尋找粉絲 譬如說你想要賣健康食品 那你對人體的健康 人體的保養 是哪一個部分你是最專長的 你就開始收集這一類的資訊 然後開始做你的網站 部落格 LINE的粉絲收集 或是臉書的粉絲收集 這些都可以 那當然目前是以LINE為主啦 通訊最快 然後市佔率最高 使用人口1700萬最多 所以目前我都是收集LINE的粉絲為主 而且可以百分之百 抵達他的手機訊息 所以呢 如果你要創業的話 比較低成本的方式 就是先收集粉絲 而且這些粉絲呢 是對你要拓展的這些主題 是有興趣的 先用你的興趣去收集這些粉絲 有了這些粉絲群之後 你再去開發商品都還來得及 反向操作模式 而不要在你的資金短缺之下 如果你很有錢 那就 那你要隨便亂砸 那當然那是你的自由 但是一般人 你可能畢生積蓄就那麼幾百萬 你這樣一砸下去 可能就花個上百萬的投資去 去做加盟店 然後血管無歸 這是非常非常可憐的事情 我們如果可以在網路上去做好 粉絲的收集 粉絲的篩選 然後跟粉絲培養固定的信任關係之後 你才開始把商品進駐 這個模式很像什麼 你看臉書和Google就知道了 為什麼現代的這些社群網站 或者是Google這些免費服務 他們一剛開始為什麼要提供這麼多免費服務 其實它的思維模式是跟傳統的創業是完全顛倒的 以前的創業模式都是先有了東西 然後才開始找客戶 那這樣支出成本非常大風險非常的高 可是你看Google或是Facebook 他們一剛開始出來的服務都是免費的 他們一開始是收集粉絲 之後才開始推出他們要付費的產品 所以很多人已經用免費用習慣已經 屌了你知道嗎 已經無法自拔了 那個時候呢 你再開始推付費的產品 他們就會買帳啦 但是每次提供的照片 到現在我們的話 要不要再寫得了 你可以選擇 好好的 看 liberal議員 你活動的 你活動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